既然你已经初步掌控圣药刀,我们可以进入下一步了 下一步? 给你锻炼锻炼身体 这是哪里? 虎龙王,你这是干什么? 火龙王 不要得意太早 别以为挥动圣药刀就能架一架 你这副身体还是太弱了 如果不提高身体素质 估计挥挤下去的泪趴 什么提高身体素质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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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了 蓝玉公爵 皇宫来信 皇上让我们撤退 现在撤退和投降有什么两样 所有人尽事处 大哥 军令如山不能列战 必须撤 将在外军命有所博寿 放手 公爵 抗制不尊会被灭门的 你虽远在战场 但你的家人还在奥兰城 朝堂上那些居心险恶之人 难免会拿他们开刀 灭门 我的女儿 传令下去 撤退 流浪 你带领小队 驻守此地 暗中探查华容军队动枪 亦有情况立即回报 是 真的要让我自己扛着刀走吗 你确定这种方法对魔法修为有好处 不 当然了 我骗你干什么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 武士不是更适合修炼魔法吗 但是 人类中的魔武士却很少见 你懂什么 武士修炼的是斗气 斗气与魔法虽然有某些同源的地方 但他们的修炼方法和展现出的效果 却截然不同 魔法是外炼 斗气是内修 如果修炼了斗气 自身对空气中魔法元素的感受就会大大降低 就算强情双修 也不会有什么好效果的 那你 像我们龙族这么强大的存在 是绝对的例外 你们人类是不可能打到的 所以 我只说让你锻炼身体 可没说让你修炼武技 小子 想和我学魔法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会好好地教导你 别想偷懒 你这不提起来了 不用谢我 我们开始吧 来出你的真本事来 你人 需要让你看看 我这次历练所提升的实力 凤凰二变 王族之鱼 真是希望之后该有的样子 妇女 你就是天生的王者 凤凰二变 自我正常中的内战 也非常好被敌礼 可别说现在 你刚突破了圣斗器 让我看看 你到底进步了多少 体力消耗的怎么这么快 您知不知道 怎样才能突破五升 只知死地 耗盛 念兵 你 你 只知死地而后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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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装饰 喂 别死了 还得给我做饭呢 等你醒了再找你送账 赤岩 火龙王 这是什么 这是空间魔法 要是学会它 就能马上离开这里了 这输中的魔法力竟然如此巨强 这就是极品魔法书记的力量吗 我先试试将冰火魔法改变形态 学会移太空间魔法 这场成功了 难道和我制作了那么多卷轴有关 还真有可能 毕竟要将魔法压缩件卷轴 却要不断地接触空间魔法 现在又得到了修炼的领纪 我才能轻易学会 一台空间魔法 欲罔 崖岩 为了大家都能离开 我必须利用好这个机会 卡罗会长 您那里有没有什么食材 加特利 你把我们的食材 都给念面拿过去 只有这些材料吗 好吧 那我就做这套菜好了 没有电粉 我就自己做电粉出来 五香土豆 地瓜粉 小饭 你会编和获两种魔法 善 但和你相比 还是差远了 不一样的 我用那光明气与水气的魔法 只是通过模拟而来的 而你这编和两种魔法 却是本身就有的 模拟 诶 赶快做饭 我饿了 你不知道 我现在只是在做这道菜里一部分 千层酥皮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再稍微等一下 风女小姐 那居龙 真的会放我们离开吗 下个小就餐 再热灭 飛吗 我只要去 不错 这道菜里一部分 就不错 不错 下飞了 可不错 买卖出污数目 你不错